书斋趣味 叶灵凤 在时常放在手边的几册爱读的西洋文学书记中 我最爱英国博命文人乔治继兴的晚年著作 《月氏思记》 因为不仅文字的气氛书徐 能使你百读不厌 而且更给为衣食拥露了半生的文人 换出了一个可现的晚景 此外 关于购买书籍的几章 写着他怎么空了手在书店里流连不忍去的情形 也使我不时要想到了自己 十年以来 许多年少的趣味都逐渐灭淡而消失了 独有对于书籍的爱好 却仍保持着一向的兴趣 而且更加深腻了起来 我是一个不能顺随我买书的欲望 任意搜求的人 然而仅仅是这目前的所有 已经消耗我几多可经的心血了 偶一回顾 对于森然伶俐在书架上的每一册书 我不仅能说出他的内容 举出他的特点 而且更能想到每一册书购买时的情形 购买时艰难的情形 正如记心所说 为了精神上的食粮 怎样在和物质生活斗争 对于人间不能静然忘怀的我 每当到了乌可奈何的时候 我便将自己深锁在这间冷静的书斋中 这间用自己的心血所筑成的避难所 随意抽下几册书摊在眼前 以浅排那些不能浅排的情绪 在这时候 书籍对于我 便成为唯一的无言的伴侣 他任我从他的蕴藏中 搜寻我的欢笑 搜寻我的哀愁 而绝无一丝埋怨 也许是因了这 我便钟爱着我的每一册书 而且从不肯错过每一册书 可能的购买的机会 对于我 书的钟爱 与其说由于知识的渴慕 不如说由于精神上的安慰 因为摊开了每一册书 我不仅能忘却了我自己 而且更能获得了我自己 在这冬季的深夜 放下了窗帘 封了炉火 在沉静的灯光下 靠在椅上 犯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 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 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 选字 读书随笔 一级 三连书店 1988年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